大家好今天是4月17号星期天来到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参加2002年复活节帽子游行游行一会儿10点钟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 那后面呢就是位于50街和第51街之间第五大道上的圣帕克里克大教堂 这里就是第五大道今天天气不错 今天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 这对面已经站满了来参加游行的群众 对面就是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扫一圈 非常的雄伟壮观 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 万里无云晴空万里 游行10点钟就要开始了 已经各就各位了 生怕特里克教堂建于1879年是一座新歌特式的天主教教堂 这两位男士戴的帽子非常的新奇漂亮 来个特写给美女来个合影 这位大姐带着小朋友 这位黑人美女打扮得非常特别 婴儿车里面坐的是小狗狗啊 好可爱呀 太可爱了 好多人给他们拍照了 好难得才挤进来了 这位阿姨婴儿车里面也是推的小狗狗 游行还没开始 已经来了很多的主流媒体来争相报道 全部是争相拍照的群众 这两只小狗狗狗狗都梦了 大叔脑袋上架着加拿大的国旗 这段大姐也是抱着狗狗 这两位是母女还是姐妹 好Q啊 是一对情侣 非常甜美的笑容 小姑娘的贺本造型 小姑娘的气质是拿捏得死死的 她没有穿高跟鞋 穿的是平底的跳舞鞋 想到了电影 披护你的早餐 教堂的钟声响起了 少一个拳点 复活节呢 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后 第三天复活 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象征着重生 与希望 参加复活节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你准备一领帽子就可以了 越古怪越好 这位女士是环保主义者 用纸做的帽子相当的漂亮 这位女士弄了一个黑纱造型 亮黄色的衣服 配上花的裙子 粉红色的包包 粉红色的鞋子 这位是斑点造型 有点像日本艺术家草菊迷生的风格 草菊迷生就是斑点婆婆 是位男士还是女士啊 高清 这一对穿的比较简洁 这个脑袋上全是黄小鸭 很可爱 哇 这个妹子 粉红色的头发 非常漂亮 阳光下 今天第五大道是封路了 但是不知道进不进行游行 因为是疫情期间嘛 现场也有警察执行 官网上说呢 今天会有游行 是从49街到57街 但是现在都12点过了 还没有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疫情吧 刚才问了警察 就说这几条街道吧 就封路 群众呢 和游行的人们呢 就在这里拍照留言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种 大规模的走路的那种游行 漂亮的女士 头上全是蝴蝶 像那个春天来了 谢谢 这两位美女 穿的五燕六色 调色盘呢 简直就是 这种简单的造型 也是非常的好看 带着春天的气息 边走边拍一点群众 那么在纽约呢 复活节并不像在欧洲那样 被广泛庆祝 但是任有很多可玩之处 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 美国人并不庆祝 复活节的星期一 可爱的小宝宝也来了 小朋友的花盆造型 很可爱 还带着口罩 Happy Easter 教堂门口的群众 复活节呢 通常是在3月22日到4月25日之间 2022年的复活节呢 是4月17日 复活节星期一是4月18日 耶稣的受难日呢 是4月15日 那纽约复活节的疯狂帽子节游行呢 是死于1870年 啊好漂亮 接着说 这一具有百年历史的活动 现已经成为纽约市复活节 最盛大的传统庆祝节日活动之一 这个蓝色的帽子也很特别 上面全是彩蛋 好的群众合影啊 婴儿车里面的狗狗不见了 肯定抱去杀尿去了 这个小女孩好可爱 像个小淑女一样 在纽约呀 复活节意味着春天的天气 柔和的色彩 寻找彩蛋 以及一年中最美好时光的开始 那复活节的庆祝活动 是春天所有事情的亮点 而复活节的帽子游行呢 是纽约市复活节的亮点之一 另外呢 今天很多参加完 复活节帽子游行的群众呢 晚上呢 会去享受一顿复活节的大餐 哇前面有乐队演奏 前面是挤满了人啊 根本是扎不出去 这边大爷的造型也是非常的酷 色彩斑斓 哇里面还有一只小兔子 小百兔还是一只 这位女士的造型就有一点欧式风格 可以看到今天群众的造型 从时尚的服装到动物造型的服装 还有内战时期的装束 那今天呢 大家也可以去教堂参观 因为教堂会举办很多 关于复活节的仪式 这位男士的帽子好特别 后面全是拍照的 网上说现代的复活节帽子游行 比早期刚开始的时候造型要奢侈很多 当然了 现在是现代社会嘛 大家的生活肯定比以前都要好 现在大家跟着乐队往前行 你看大叔的帽子 造型好奢华 美女戴着小白兔帽子 你看头上是植物花朵 有些还有珠宝 大部分的帽子都以花卉为主 那边走边说 复活节呢 总是在春分后的 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这个呢 也意味着北半球春天的开始 一群兔子造型的美女 哇好Q啊 美女美女 看到一位华人大姐 哎呀好漂亮啊 这三个阿姨造型同样可爱 看到一位亚裔的美女 好漂亮啊 黄色的造型 前面两位是绅士和淑女 很有年代感 这两位大姐也是非常的好看 右边那个好像穿着被单和那个参联 在耐克旗舰队的门口 很多人围在这里 前面好像在做游戏 好就边走边扫街吧 哇又来了个美女 红胚露一台戏 漂亮漂亮 啊这是快乐一家人 啊这是快乐一家人 大家都在向他们到以节日的祝贺 今天这个狗狗啊真是全场的主角和焦点了 哎呀太可爱了 这是两位母女兔女郎 这位美女带的是牡丹花还是勺药花啊 那个蓝色头上还弄了一朵花 这两位也是绅士和淑女啊 很有复古的味道 感觉回到了二战时期 Happy Easter 这两位女士是花仙子下凡了 紫色系的美女 漂亮漂亮 这几位母亲和孩子吧 都是戴着口罩的 造型也很好看 那个老鼠是个假的 也很特别 穿个粉红色的裤子 粉红色的鞋子 他的夹齿是假的 弄了一个假老鼠 带着花篮出门了 这是他的妈妈 还在给他整理 旁边还有个小姑娘 搞饭 卖这个兔子耳朵的 还是一位华人大叔 这位上次在表演木偶 提线木偶 他应该是专业街头的表演艺人 是有执照的 这位大叔牵了两条狗 其中一条简直就是巨型犬了 看旁边那条就小多了 还带着脖子上挂着彩蛋 这里还有一条狗 也是很大体积 哇 这个阿姨和大叔是红配鹿 一台戏啊 这一排美女是彩虹组合 还给我摆个造型 太可爱了 这个粉红色的女士 也带了一只狗狗 粉红色系 人家想给他拍照 是一个草坪 上面种满了鲜花 好好看哦 这顶帽子起码得有三四斤重吧 这个女士举了一个白色的羊伞 很有复古的味道 这个应该是个华裔吧 相动的造型 前胸还有一个福字 这位女士 粉色造型 帽子上面插满了羽毛 这是最美奶奶 她也推着一只小狗狗 哇 这一对很酷 有点嘻哈风 下面的裙子几何造型 这一对也很酷 感觉在T台走秀 Thank you 集体大合照 这个黑人大叔打扮得好绅士 牵着个可爱的小女孩 我也很喜欢草菅泥生 拌脸婆婆和她和一个鱼生 这个宝宝好可爱 那又边走边说 2022年的春分是3月20日星期六 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 就是4月16日星期六 少一点街边的群众 那接着说2022年的春分是3月20日星期六 那在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是4月16日星期六 而4月17号正是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因此 因此2022年的复活节就是4月17日星期日 因为复活节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吧 也就是说与复活节相关的庆祝活动 比如说灰色星期三和中旅周日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 每年都需要经过功力核算以后呢 才能得到复活节 及其庆祝活动的具体时间 这位女士白色的大帽子 花朵 还抱着一只可爱的小狗子 紫色的头发 这个爸爸带着宝宝 这个帽子也好看 简洁 这个也是满满春天的气息 头上倒好多蝴蝶 少一点街边的群众 那接着说 复活节游行的传统呢 始于南北战争之后的时尚长廊 其根源在于 遁循宗教仪式的周日散步的习俗 小宝宝拿了一顶帽子 这是蓝色和紫色的花朵 有点乌克兰 这位蓝色辛苦了 你看 真的好重哦 起码有十斤吧 有没有 这个蓝色刚才说 这个帽子有十五磅 哇 好酷好酷 他头上缠着一个带子 才固定得住 这还有一个黑人小朋友 这位的群众都是不停的照相啊 很多人在直播 这个是并且西边的造型 哇 也很重啊 这位女士 很辛苦 这个也是直做的 小朋友也是好可爱 这个是美女妈妈 然后 这是小孩 这应该是一对好姐妹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扫一下街 这半头人就少一点了 这里是洛克菲乐中心 前面的奔水池 网上介绍呢 现代社会复活节的游行呢 已经损失了巨大的年底型的裙子 但是很多帽子呢 始终保持着他古有的风格 这有两位亚裔大姐 忙着换衣服拍照啊 哎 五颜六色的 当然了 不得不说 现代社会的复活节游行 已经扩展到了商业领域 哇 这两位的复古打扮 有点像咱们的上海滩 那个时候的造型啊 两位是酷哥 男奶奶的全身挂着满了鸡蛋 这边这个大叔好海盗造型 这位大叔还给他们画了一个素描 你看任何年龄啊 开心就好 哇 这位姐姐看到好甜美 哇 美女 总是镜头的焦点啊 哇 这个是豪门啊 庄园组出来了 阿姨还摘掉眼镜 大家都玩累了 坐在这里休息 哇 这个好漂亮 像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 电影的女主角 教堂今天也开放 今天进教堂还要检查一下包 平时都不用检查的 今天人太多了 现在11点钟了 扫一圈 网上介绍说呢 最早的正式的复活节的庆祝活动 开始于公元二世纪 尽管纪念耶稣复活的时间 可能比较早 那复活节作为基督教的圣日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And you know they're flexible but mine are on wires So they're like Be free Be beautiful Be happy and joyous What do you think I love it What is tell m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again It's purely Patricia Okay And your name Tom I'm the party car Thank you Wow 这位也是非常漂亮 美女也围了一个黄色的围巾 这位女士的造型非常漂亮 复古的气息 这位大叔和阿姨造型也是非常的复古 这是绿色造型的帽子 好像有点重 女士一直扶着帽子拿手 抱兔子的大叔 这边可以给她一点小费 拿了一只充气的大兔子 看到一个亚洲美女 这里说一下 在美国由于复活节是在星期天 对于联邦和美国各州的官员而言 星期日已经是休息日了 因此复活节尚未被设定为联邦或者州的假日 洛克菲勒中心旁边的西五十街也封掉了 洛克菲勒中心这边也是非常的热了 这几位也是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 太漂亮了 简直就是 看一下苏女们的背影 哈哈哈哈 好难得看那个亚洲的大姐 哈哈哈哈 那刚才说呢 复活节之前那个星期日呢 被称为棕旅星期日 那她的设立呢 是为了纪念耶稣抵达耶路撒冷 当时耶稣的追随者 在马路的两边铺设棕旅夜 铺设棕旅夜呢 欢迎耶稣的到来 都四月份了 这些数字还没有完全的发芽 接着说 人们欢迎耶稣的到来 并且向他打招呼 于是便有了这个节日 当然了 人们也会在复活节的当天 准备很多复活节的美味佳肴 那包括一些时令食物 以作为春天到来的象征 警察也来执勤了 节日的时候 也是警察叔叔最忙的时候 复活节的佳肴 包括牛肉 火腿 鸡蛋卤笋 豌豆 十字面包 鞋面包 以及胡萝卜 蛋糕 等等等等 接着说一下 在复活节之前的那个星期日呢 我刚才说了 被称为中旅星期日 接着说 许多教堂呢 会在复活节的前一天 俗称圣周六的傍晚呢 举行复活节的活动 这是一项名为复活节首夜的宗教仪式 人们呢 会在星期六的夜晚围坐在一起 等到复活节周日的来到 大家都看过达芬奇的名画 最后的晚餐 对这个事情呢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描述 耶稣在晚餐的时候呢 就知道了 出卖他的就是他的门徒 犹大 那接着说 耶稣所说的新约呢 指的是 耶稣为了死 众人的罪过 得以赦免 而去死 为人做了赎罪的羔羊 吃完饭以后呢 耶稣就出来了 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呢 也随他而去 哇 现在人还是越来越多了 快十二点了 那后面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之后呢 耶稣被出卖 而被抓 第二天呢 也就是星期五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周五 也被称为受难日 哇 后面人越来越多了 那三天以后呢 也就是接下来的星期日 耶稣复活 在接下来的四十天里 有超过五百人 看见过耶稣显现 啊 后面好多了 跟他们合个影 所以复活节呢 正是为了要纪念 基督耶稣 死而复活的这段事迹 而那个周日 主日呢 就是复活节 哇 这是 插的是孔雀的羽毛 好漂亮 老太太也和他们合影 好开心啊 这个男士和旁边这个小哥 正好是一对的造型 耶紫色系啊 哇这三个女人一台戏啊 红配绿 这两位绅士的造型也非常好看 给两位一个合影 给小朋友发鸡蛋 这位女士穿的是复古的蓬蓬裙 里面有个称裙的应该是 这位女士帽子上是青苔的造型 这两位女士红配黄西红柿炒鸡蛋 今天也是狗狗的玄美比赛啊 这位女士的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鹦鹉绿 带了一个粉红色的手套 这位黑人女士也造型非常漂亮 白色的衣服配着蓝色鲜花 这几个人的组合堪称完美 这一个组合也非常的好看 哎呀我的形容词都用完了 小朋友好可爱哦 看得津津有味 这几个小朋友才可爱 这位女士的造型也很简洁啊 顶着蛋糕造型 那边是一个大红的蘑菇 哇 集体大合照 蘑菇造型的帽子 这个大叔找美女合影 这个是妈妈带着他的小宝宝 好可爱哦 这个大叔把自己藏在花丛中 怎么走路呢 旁边这个小伙子也很可爱 这个也好看 脑袋上戴了一对流星锤 黑人小哥也是好骚哦 戴个帽子 很难得看到一个雅翼 这是一对高颜值的帅哥美女啊 个子好高啊 这个也是复古的装扮 帅哥美女 黑人小哥是彩花大盗的装扮 这一对夫妻也是很经典的黑白配 这位大叔眼神是冲冲有神 你看 这个帽子很特别 有点时装走秀的感觉 旁边那个美女帽子也很好看 这个造型也很好看 很环保 全是吸管做的帽子 教堂门口鲜花 做成了十字架 这位黑的女士 也很复古的打扮 这个女士的黑白造型 抱着一只好可爱的狗羹 这个造型很特别 这位大姐背了半边大翅膀 美女和狗羹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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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位帅哥是白色造型 他的帽子造型好有层次 白色的 是个帅哥 这个帅哥戴的是珍珠面具 像一位阿拉伯王子 漂亮 这是耍裤三人组 漂亮 这是从森林里面出来的 这是在歌在舞 蘑菇头造型 哇 这个美女 目光好漂亮 这位老奶奶也是很热爱生活 你看 这个美女顶着花篮 她的打扮也很酷 我脚下穿的是风火轮 母女三人 拿一个组合照 谢谢 谢谢 这是斑点造型 也很酷 男奶奶是三十年代的造型 感觉是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穿了 很好看 这位美女是名媛造型 来点细节 精致的妆容 谢谢 教堂的门口是人山人海 第一直播 第一直播 今天这个帽子也很好看 彩虹 春天来了 来 苏老师 复活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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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姐今天这个很特别 上面有个红色的小老虎 招财尽宝 中国风 中国风 好美 好美 这位美女的造型好漂亮 这个裙子才好看 是外国人的古装 还是碰碰裙 这上面的造型也很特别 你看大叔还戴着珍珠项链 手上还拎到一个大号的 鱼排包包 拿一个合影 这位美女的帽子 有点像我们清朝古代的那个帽子 只是形状不同 哎呀 好难得看到一位我们亚洲的美女 哇 很漂亮 好淑女啊 全身都是配套的 背着小包 这位帅哥长得好漂亮啊 你看背着黄色小包包 穿着绿色的裤子 阿拉伯王子 这位大叔 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手上拎了一个黑色的篮子 里面还有糖 我也进教堂来感受一下 他也是做直播的 这个大长腿美女 身材不错 这一对是黑白双杀 这个宝宝是个混血儿 画框美人 哇 这位大叔的颜色才叫一个艳丽 才叫一个龙烈呀 他点了一个盘子 这一对造型是庄园组 哎呀 好漂亮 好酷 摄影师跟他拍照 他在摆造型 这很像二三十年代 墨片的造型 这位是一位酷哥 哇 这个很配啊 他们两个的造型 哇 这位女士是黑寡妇造型 还点了一颗刺 在着眼角 哇 这位的造型真是太酷了 全身都是配套的 这个帅哥一打扮的也很酷 全身黑啊 这位女士头上顶着色 国际象棋 哇 好漂亮 一身红 看完复合节的视频 雷打不动的 来到第五大道 苹果旗舰店上一个厕所 那今天纽约2022年的 复合节帽子游行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转发订阅 谢谢大家